2015年3月16日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岛屿 美激礁 加快填海速度 建设人工岛和海滴的结构 也是从年初开始 美国就对中国填海造岛的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挑战 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担忧 奥巴默总统4月9日在访问亚买加时 特别谈到南中国海问题 他担心中国在那里展示块头和肌肉压制周围的小国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 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 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 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 美国国防部5月份的一份报告说 截至2014年12月 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将岛屿的面积迅速扩大到500英亩 报告还说 中国正在这些人工岛上修建基础设施 已经投运了开发设备装置 虽然还不清楚最终会建成什么 但是这些可能会是停靠大型舰船的深水港和机场跑道等 在那份报告发表之后 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 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 虽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在天海造岛 但是美国认为 中国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该区域的任何一个国家 5月21号 美军最先进的P-8A海神号反潜侦察机 飞越南中国海岛礁上空 中国的地面人员警告美国飞机离开 5月30日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时 加大对中国的谴责力度 他呼吁中国和其他声索国停止天海造岛 并重生美国继续在南中国海 维持区域稳定的决心 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级活动 就像美军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晚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对卡特的言论提出批评 他说美方的言论是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 说三道四挑拨离间 9月8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再次公布微信照片 图片显示 中国正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兴建第三条飞机跑道 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 9月22日到25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成为他与奥巴马交谈的重点 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奥巴马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 以及对中国填海造岛的担忧 而习近平则强调 南中国海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并宣称中国无意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 10月27日 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进入中国人造岛礁 主币礁12海里的范围内 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 10月29日 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 该法院有权省理 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提出的多数的诉讼 美国对国际仲裁表示支持 而中国表示不参与也不接受仲裁 11月美军曾经表示 要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任务常态化 但之后又表示 今年年底之前不会再有这样的行动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者 在报纸和网络上表示 要对侵略者寓意痛击 但是美中两军之间并没有出现 人们担心的擦枪走火 值得一提的是 美中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之际 两军的军事交流和对话 一直没有中断 甚至进入了机制化 拉森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之后不久 11月2号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依然按照日程访问中国 11月3号 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 驶入美国弗洛里达的美波特军港 10月16日 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驱逐舰 施地上海 11月18日 在马尼拉出席亚太金河组织峰会的 奥巴马总统 在会晤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号 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天海造岛的行动 以缓解紧张局势 12月10日 美军两架B-52轰炸机 在当天执行例行的飞行任务时 其中一架飞入由中国军队驻守的卡特朗礁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华阳礁上空 两海里的范围内 此举引发中国抗议和交涉 五角大楼说 那不是一次自由航行任务 飞机是误入岛礁附近的上空 总部在日本的国际网络杂志 外交官的主编 香农蒂耶斯 年终时对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局势 这样描述 对我来说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如果这是一场危机 你会发现 这场危机发展缓慢 而且是精心管控的 他说南中国海问题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美国对华策略的辩论 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没有决定 对中国是继续接触 还是要防御 是强硬还是怀扰 不过 蒂耶斯认为 2016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 也许会减弱 他说 美中两国军方交流 两国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应该可以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 对越南新加坡 以及菲律宾等国进行访问时 也发出了安抚的信号 显示中国有可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有所回撤 VOA卫视 思阳 任余阳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不吝点赞 订阅 可不吝点赞 订阅 可不吝点赞 订阅